主农社区发展协会端午节前夕召集了协会的志工 包了三千颗的粽子要发送给社区内的弱势家户 而协会理事长江凤以感谢会员的爱心捐助 每逢接日都能够举办爱心关怀活动 而现议员魏嘉贤也到场感谢协会志工的善心奉献 三千颗粽子是志工们一大早开始炒料 蒸米一颗一颗包出来的成果 这是主农社区发展协会每到端午节都会举办的爱心众发送活动 我们主农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在端午节 我们都结合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热心的志工 我们一些大姐 那么我们每年大概都包三千个肉粽 那么给我们里内一些关怀户边缘户 还有我们里面的大哥大姐 希望在端午嘉节的时候 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心意 让他感受到我们社区大家对他的关心 那我要谢谢我们那个魏嘉宴市长 给我非常大的支持 让我主农社区发展协会每年 都能够持续的一直来办这个活动 现议员魏嘉贤特别到场 感谢协会志工们的爱心奉献 那我们知道社区的好朋友江峰怡代表 那平常不只是举办各项的活动 还有福气站的一个关怀 那在每逢佳节的时候 也会推动一些弱势长者的一个关怀活动 那今天特别是举办端午佳节的一个肉粽的部分 那让长者可以抱肉粽之外 也可以协助一些弱势的家庭 那分享一些肉粽给他们有过节的气氛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非常用心的 我们江峰怡代表 谢谢你 市民代表谢一轩也特别到场 问候社区长辈们安好 主农社区发展协会 每逢节庆都会举办各种发放活动 希望可以让社区间弱势民众 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关怀 借委会欢迎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